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是多次荣获国内外大奖的天狼新乐团 2013年10月首邀参加四年一度的世界口琴节 担任评审以及演出嘉宾 但是因为费用不足而决定上网集资募款 一个月内他们成功募资到15万 远远超出他们的预定目标 顺利代表台湾前进世界口琴节 离我们要预设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的募款机能呢 远远的不是我们这个计划的总花费 我们只是希望募到一部分的款项 电话说明开会讨论 一个教室大的空间里 两张桌子上工作人员处理手边的各种集资计划 只要不违法 任何人都可以上网提案 邀请喜欢计划的人 用资金支持协助完成梦想 Vlying V网站2012年成立至今短短两年 成功募资的专案超过180件 现在每个月平均有50件专案上架 以及金额已经达到6800万元 我们用最高的纪律来省衣服吧 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 邀请2014年3月24日网友号召募资150万 在隔天的国内日报刊登半版广告 这将堪称不可能的任务 仅在25分钟内完成 最后募资满633万元 更将募资行动升级 购买纽约时报的全版广告 这让太阳花学运升温 Flying V成为网路上的热门关键字 年轻世代的募资平台 许多年轻人跟应征投入Flying V的工作团队 一起帮人圆梦 网站里面20到30岁的工作人员 也是来追梦的 像是加入团队一年多的Kelsey 为了寻找生命意义 辞去原本高兴的工作 经历过几份工作下来 我觉得工作开心不外乎 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工作内容 那工作团队在跟工作环境这方面的话 因为大家其实都很年轻 那大家会在这个地方 就在表达对这样子的平台 对这样子的意义是认同的 一个集资平台的网站 聚集台湾动人的故事与理念 邀请众人相挺 让更多人世界梦想 小光你好 惠妮好 我们其实很多人知道Flying V 是从这一次的太阳花的公民运动开始的 尤其是那 你们有一群人募资 然后在报纸上做了一个投版的广告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其实一切都是在网路上的自发行为 对 那我们 他们很快就跟我们联络上 然后我们也觉得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本来就是一个 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可以 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的事情 那他们就是在3月23号很敢 非常非常敢 3月23号下午零时那天礼拜天 零时到我们办公室来 然后那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人 就是也包含像祖父啦 就是妈妈带来小孩 或者是说上班族 或者是说也有二十几岁年轻人 他们之前都不认识吗 都不认识 就是在网路上谈好了 是是是 然后就到了GunV去 没有 其实他们想法是到现场来跟我们谈的 对 他们只是有一概念是说 他们只是希望 想要做点什么 对对 然后后来就是当天晚上很快的就把整个计划内容 跟广告的一个主视觉的这个Rug ID 就是大概的ID 把它提出来之后就很快上架 那隔天因为 刚好经过3月24号的那个行政院事情 所以其实大家都蛮蛮蛮蛮蛮 情绪都还蛮激动的 是 所以其实在3月24号早上 其实很快 大概三个小时就会获到700万 三个小时700万 对三个小时 在网路上获到 是 那个时候在网路上应该很热烈很热烈 非常热烈 我们那时候的那个机器被冲挂了好 就是被冲的被搞挂好几次 这是FLYNV史上群众募资最快的一次 最快的对对对对对 那其实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蛮多人亚议到说 这原来有这样子的做法 因为大家没有意识到 原来有这种募资方式 是 然后后来其实以这个募资来说 其实因为他关注的程度蛮高的 对 所以说其实后续在执行上面 有非常多人主动的提出说愿意义务帮忙 包括像念永珍 然后是像是还有一些就是做设计 后来做一个网站的这个这个 这个FLYNV的一本屋 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的主动 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加入这个 这次的计划 所以其实群众募资FLYNV做的这件事情是 把很多人理念认同的一件事情 然后集中人的力量在这个平台上 不管是我有钱 或者是像念永珍那样 我是非常愿意贡献我的专业 他也自己进来 是 这件事情非常有趣 尤其是发生在网路时代 其实说实话 群众募资也许不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 可是发生在网路上 他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反转 其实群众募资 我甚至会说 它是一个人类最原始的这个经济行为 因为就是这样讲 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在银行不普及之前 其实民间的这个金融行为 是像标汇这样子的行为 所以其实群众集资在民间 是一直都有这个行为 或者是说小时候常会看到庙 上面会刻名字 是谁捐了多少钱这样 像香火钱 善款 然后大家一起去资盖了房 对 那其实这是一直民间都有这个行为 那只是说我们现在通过网路来做的优点是说 其实它可以让 因为原本的这种像香油钱 或是说标汇一定是同个族群 是 它比较不容易去打开到 就是到你另外一个族群去 对 另外一个乡镇 对 另外一个乡镇 甚至是另外一个国家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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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透过网路 其实网路有具有这样子打破这个隔阂的这个效果 所以其实有很多来招我们 募款的这个提案的案例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是希望说可以outreach到 触及到本来他们没有办法触及到的群群 其实我会希望说我可以做一些对 我不知道就是以我这种年纪说这种话就有点怪 可是我那时候还蛮希望说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